好的 家长 这是基本的责任 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环境 提供孩子基本的需要 帮助孩子建立自尊 好的自尊心 我们有时候会经常骂孩子 不过我test我的儿子也是 有时候我们讲中文骂小孩 所以他听不太懂 我们到底在讲什么 但是我觉得这个语言暴力 我们是要非常小心的 像我们今天早上去公园运动 然后我儿子很白骂 我学生就说 怎么像白斩鸡一样 那我儿子他就说 他就偷偷问我 到底什么叫白斩鸡 有时候我们骂人 后世讲一些这些话 其实小孩听得懂话 他很伤自尊心的 那事实上有很多时候 他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所以我也鼓励爸爸妈妈在这里 不管是怎么样都要学英文 因为毕竟孩子去读书 是讲英文的 你将来跟他谈话 不要变成只是吃饱饭没 多穿一点衣服 不要一直看电脑 不要运动 不要一直打电话 就是我们的对话 不应该仅止于这么简单的话 但是孩子坦白说 即使他会讲中文 如果你不跟他谈比较深的问题 很多字他讲不出来 很多情绪感觉讲不出来的 那更不要说你要把你的信仰传给他 当然身教更重要 但是有很多东西要谈深一点的时候 是需要那个智慧的 那个语言的智慧 所以我觉得大人不要只是叫小孩读书 大人自己也要读书 带着孩子一起读 当你在读书 即使你是在看中文 他也会有样学样 好 那当然圣代一提了 我们一直在骂孩子挂在电脑上 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挂在电脑上 挂在手机上 所以自己也要 我想家长是要以身作则 再来就是好的品性价值观 彼此尊重 有效的管教 有效的管教 这个当然是可以 可以更详细的去讨论 还有了解自己的孩子 这边我想 谈简单谈一下 每个孩子也会有创伤 但是创伤 我们有时候讲说要找专业人士来处理 其实我们生病的时候会去找医生 但是要健康不是找医生 对不对 健康的话是平常就要下功夫了 所以这种理论来讲的话 其实 碰到特别的状况 当然是需要看医生 但是事实上一个孩子要健康的成长 或是关系上有健康的关系 这个是我们自己就要努力的 那我们身为大人在家里面 当然有这个责任 要帮助孩子在情绪方面有健康 我们不只是讲IQ 我们也讲EQ 孩子的情绪其实是学来的 孩子发脾气的方式跟家长是很像的 比如说你都喜欢摔门 孩子也在摔门 你喜欢生闷气 孩子生气就是生闷气 你喜欢大吵大闹 孩子处理事情方式都是学来的 孩子可能会有的创伤 比如说被bully 因为尤其我们又是 亚医在美国这个地方 可能会有被种族歧视的 碰到这种可能性 那也有可能就是跟父母亲分开很久 然后甚至父母亲离异 这些都对孩子来说多少都会有一些创伤 孩子每个孩子他的个性特质都不一样 那接下来还有他身边的衣服关系 身边的支持系统也都不一样 所以他处理创伤面对压力挫折的 这些也都不太一样 都是每个人都是 都是很特别的 但是让孩子知道 是有时候我们在讲 Summer Camp有没有效果 当然是有效 虽然是很短期 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我们像教会里面有办Summer Camp 就是这么多的人 提供他正向的关系 这么爱他 然后彼此之间 大人之间是和谐的关系 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 他有安全感 而且他也知道什么叫做 好的正向的关系 不是只是吵吵闹闹而已 他在这个环境当中去观察 去学习 所以即使是短期时间 对他来说在生命当中 都可以造成一个很大的 一个正面的力量 那我个人是认为不只是 不管是哪一个年龄 其实如果他愿意要改变他的生命 愿意面对这些情况 处理曾经有的创伤压力 这些处理曾经有的创伤 面对现在的压力 将来更有能力去面对挫折 失望这种东西 永远都不玩 真的永远都不玩 那还有一个经验分享就是 没有一个人是骂或打出来的 越打越好的 或越骂越好的 这个不只是夫妻关系 这个不只是夫妻关系 孩子之间 亲子之间 都是一样的 夫妻之间 我们都 其实都难免都会觉得 对另外一半有一些不满意 但是相信我一句话 因为我们是做家暴 其实很多时候到 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之前 都还有希望 甚至已经发生暴力事件之后 还是可以改变的 只要双方都愿意改 那就是一个简单的经验分享 就是没有一个人是被骂好的 也没有一个人是被打好的 好 如果你希望你的先生 变成更好的先生 希望你的太太 变成更温柔 更好的太太 绝对不要用打用骂的方式 孩子更是这样 孩子是很self center 自我中心的 不是说自私 而是他思考问题的能力有限 他的世界很小 就是想到他自己 所以当父母亲在吵架的时候 孩子会认为是他不好 是不是他做错了什么 这跟我们大人想的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 处理亲子关系的时候 要比较小心一点 是孩子他的认知能力 他想到的东西 经验都是有限的 我们不要用大人的眼光来 或方式来想孩子